布幕一揭开 一顾知名秀场主持人诸葛亮 远之原味的戏服亮相 揭开蓝宝石大歌厅的往日荣景 因为蓝宝石在台湾流行音乐史里面 它是没有被记录下来的 那今年我们希望把它衍生出来一个特展的部分 我们去收集了很多蓝宝石之前的史料跟文物 记者会现场也展示早期蓝宝石大歌厅 赠送给老艺员每戴金牌的照片 高雄流行音乐中心宣布 推动蓝宝石大歌厅在地内容国画计划 又将这段珍贵的演艺风华记录下来 让不同世代的民众 得以回顾与欣赏属于台湾的娱乐发展历程 高榴连续第三年举办蓝宝石演唱会 但随着自身艺人年龄增加 越来越难邀请 可说是听一次少一次 我们前两年的蓝宝石的复刻 把它变成是复活 给蓝宝石大歌厅一个新的面貌 属于现在年轻人的面貌 能够让有更多的心血能够加进来 今年演唱会主持群找来 胡瓜领军欧汉生赖会如等子弟兵 并加码邀请台语歌王洪荣宏 再度登台演出 为今年蓝宝石演出增加亮点 新航亚太电视李金菊叶子芬 台湾高雄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